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童年已经结束了 我个人呢 也许最近最沉痛的一次打击啊 但我从小到大的眼泪全都流光了 就是我奶奶的去世 就这一件事 很多时候啊 都是一件事 它什么都有关联的 我奶奶走了 最后还给我上了一课 那我知道了什么叫子欲而亲不淡 人不到你 尤其是自己的亲人 真正去世了 你是不会知道 总还觉得 还有机会 还有时间 但那个兆头啊 很多人是很糊涂的 到了最后还不知道 都厌弃了 不过当时赶到医院 还以为他还在啊 还不习惯呢 总要有这个阶段 大头书人都一样 那么他 全心全意 为全家人服务 相对来讲 对我 因为别的亲人 我们走动的少 我们家里事 还是比较少 但是亲情 也大 就各忙各的 他走了之后 我可以讲 一半的亲情都没有了 如果某一天 我父亲再不在了 我好像 也没什么牵挂了 那对其他人呢 又是一些 逢年过节 走一走 坐一坐 吃一吃 那有些在乎钱的呢 就给他钱 给他一些偿还 弥补 也就这样了 那请这一关 亲情这一关 除非就是 再往下 比自己小的人 但是比自己小 证明你长大了 童年已经 彻底的结束了 虽然说 可能奶奶是 有代沟的 但是 她的很多 事情 也许 对你没有真正的作用 反而是 有一些 牵扯 消耗 所谓的 现在的名词 你 实际需不需要 你好没好 是她知道啊 还是你知道啊 老老的冷 奶奶的饿 她以为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好了 那就这样对你 但是她那个心 是纯正的 你到最后才知道 这个心呢 才重要 至于那些 形式方法 甚至结果 是否对错 都不重要 人活的 就是这个初心 现在人 跟西方学 老是要结果 那结果是什么结果 就是一死 结果就不了了之 达成目的了 又如何呢 会失去很多 所以 这个心 这个情 是永远 缓缓的 她越是 不要回望 你越是 心里难受 何况 她真的是 不要回望 唯独的一点点 小的私心 全家人都不知道 只有我知道 而且 悠久并不高 就回老家看看 顺便看看 少林寺 连这点心愿 都没来得及 满足她 还有一些 别的事情 都是顺便 另外的就是说 希望包括 重生 李家向我延续 要没男孩 在古代就讲 多子绝世了 实际上 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从科学 也可以讲 这个歪染色体 李家就不见了 李家向你